Yamaha PSR-SX600键盘自动和声功能的使用 键盘和声功能需要和自动伴奏配合进行使用 琴会识别我们左手演奏的和弦 为我们的右手旋律匹配一个恰当的和声声部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没有开启自动和声的效果 下面我们按一下面板上的和声盘一按键 将和声功能打开 指示灯点亮 我们再来听一下 我们可以听到自动和声为我们的弦乐增加了更多的声部 我们也可以对和声的类型进行更改 首先我们按下Menu菜单键进入到主菜单 然后通过光标键选择到第二个Harmony Arpeggio和声和排音的设定 按回车键进入 进入以后我们看到屏幕左侧的区域是Category类别 这里面包含了和声回声排音等等类型 那么我们要选择的是低降Harmony和声 然后在它的右边是Type 具体的种类选择 我们可以通过Type下方的功能键来选择不同的和声类型 同时在屏幕上方我们可以看到和声与我们的主音之间的排列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将和声类型切换为四部和声的开放排列 我们来听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